十度新传 十度新传第二章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十度新传第二章 有吗 第二章 第四节 我们一起看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各位都知道 这个是五旋节的时候 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圣灵降临 然后各位看 第四十二节 四十二节 圣徒们 他们都横心遵守使徒的教导 教训 彼此交界 白饼祈祷 各位会看到他们整个的合一 他们横切地祷告 呼求主 那他们不是单单 用自己的想象呼求的 他们在横切地祷告 白饼相爱 之前是有什么 使徒的教导 有真理的教训 然后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 许多的神迹启示 这是的的确确 在我们当中 也今天要发生的事 当然使徒 那个时候所行的事 跟今天行的 必定在程度上有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 要看到神迹 要看到神的作为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功用 这里讲到他们的需要 没有缺乏 所以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 各位 上帝怎么带领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怎么合一的时候 我们没有缺乏 并且卖了田产家 也造个人的 虚用的分给个人 第46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横切地在店里 且在家中白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有些人是 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天天要赞美神 所以赞美神 赞美神 当后神 就这样做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 这个是一个生活 这个是天天 你的口唱信和赞美主 这是天天 我们的嘴巴里面 没有什么complain 没有什么埋怨的 就是感恩 感谢主 赞美主 为我预备的 就是赞美神的 整个的生活 举动 表情 谈吐 言语 常常在你的心 在你的口 所以众民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谁不喜欢 所以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各位 我尽量 主告诉我的 就是尽心尽益 教导神的话 牧羊主的教会 尽量把我们每一个人 带到越靠近 初代教会的整个的现状 越靠近越好 但是我先承认 我自己是有限的 我也 我也 越读圣经的时候 我越看见 那个初代教会的荣耀 那我们也越看见 我们今日教会信徒 我们欠缺的荣耀 在哪里 所以 我是一直仰望着 主给我们圣民 最荣耀 最保守的 有圣灵充满 但是也是 最活泼的 最有能力的 所以我是尽量要带出来 所以我在主日 讲的信息里面 我讲了很多人 我这个礼拜天 跟周二讲的信息 很多人就写给我 但是我先 为着我们新加坡 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是在一起醉酒 我们看到彼此的成长 我们的挣扎 我们怎么借着真理 来建造 我们的生命 然后怎么经历圣灵 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最清楚 真理 和圣灵 各位 这两者 是分不开的 各位 我再讲一遍 真理 是上帝里面的一切的道 祂的意念 祂 祂 祂创造万有 祂存在整个万有里面 整个的原理 都在真理里面 那么这个真理 那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上帝了 是神了 三位一体上帝 神的位格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两者在一起 真理呢 把这个无限的圣灵 给我们解释 说明出来 圣灵是怎样的 祂的工作是怎样的 然后圣灵呢 圣灵不是取代真理 圣灵来了 然后充满我们 完全真理没有看过的 没有讲的 另外一种性情 另外一种感觉就出来 绝对不是 圣灵是帮助我们 这个有限的人 认识这个真理 信这个真理 然后 怎样的应用 经历这个真理 圣灵是这样帮助我们的 所以这个两者 是在一起的东西 所以我们 信真理 也应用出真理的时候呢 必定有 圣灵充满 所以我这个礼拜 特别讲到 圣灵充满 是体验性的 体验性的 你必定会体验得到的 Experiential 不是观念性的东西 那么各位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问 那你有没有体验 我给各位很简单 各位不用想很多东西 你早上起来 你祷告的时候呢 各位你是 当行事这样祷告 过了 还是 你祷告的时候 主在你的内心 在你现在 最软弱 最需要 或者最需要的 那个经历 那个地方 触摸你 然后安慰你 然后在你的软弱 扶持你 在你的担忧 你的那些 挂虑里面 他担当你 连这个你都经历不到 所以没有经历到 也不管 我又没有经历到 我早上已经祷告了 那是欺骗上帝的信仰 上帝要把圣灵 吃给我们 不是给我们一个观念 然后这样我们学习到 你学习到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 主啊每次我听了道之后 我的心改变 我的生活改变 我的举动改变 我的选择改变 圣灵啊 圣灵的工作了 那个伊玛乌斯呢 两个门徒 很灰心的时候呢 主耶稣临近他们 跟他们 开了他们的心 开了他们 对真理的认识 对不对 认识之后 他们的心 火热起来了 那个心火热起来 就是圣灵的工作了 圣灵要充满他们 他们明白 而心火热 他们懂了 心火热 然后之后又回转 然后回去耶路撒冷 各位 如果 牧师每次开你们的 你们 这个奥秘 懂了 懂了之后 但是你们的心 没有动起来 没有火热 没有火热 然后继续要推动你 继续要活出来的话 你的懂 是很危险的 就叫你麻木去 叫你骄傲去 叫你头大起来 然后下面 你再一次要经历圣灵 更难的 更难的 因为 这个圣灵是跟真理一起并行的 它是叫你 明白了 感动 明白了 感动 活出来 明白了 感动 行动 明白了 感动 行动 对不对 所以你的思维 你的心 你的整个的生活 这个是最平衡 最完美的 这个信仰体系来的 也是上帝要我们经历的东西 所以体验性的信仰 你想想看 如果圣灵 今天是一个看不见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person person跟person 接触的时候 怎么没有感觉 如果我的孩子 两个礼拜没有看到我 我就说了 我忽然间出现 孩子啊 爸爸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 要求他们 买很多礼物给他们 他们单单听到我的声音 对不对 那个的触动力 那个他们的兴奋 或者他们的一种 一种跟之前不一样的 那种体验是应该会有的 所以person跟person 接触 如果你真的 借着道 接触了圣灵 你借着听了道 你 圣灵感动你 借着你祷告 仰望主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 那你心灵里面 一定有体验的 所以我们 不是机器人 不是单单听到 然后这样的 没有感觉 没有体验 没有看到证据 那绝对 我们的信仰呢 慢慢就怎样 如果没有 这个 你的灵性 就会死板了 各位 灵性 一定要活泼 各位 你们懂什么叫 灵性活泼吗 灵性活泼的意思就是 活泼的灵性 我现在一靠神 靠得到 我要谢给神 就谢给他 我今天就是 看到某一些 某一些事情 我的心跟神一样 对不对 看到很不公义的事情 生气 真的不对 我看到好的事情 赞美神 感谢神 常常喜乐 对不对 常常不住的祷告 交托给神 你的灵性是很活泼的 很活泼的 然后有时候 遇到有一些苦难的时候 马上心灵仰望神 就是神总是在你面前的 你是很活泼的接触祂 活泼的接触 你的喜怒哀乐 跟上帝的喜怒哀乐 是match 起来 这个叫活泼的灵性 活泼的灵性 所以没有活泼的灵性 有一些信徒已经整个心灵麻木的时候 上帝打他也是 管教他也是 没有 死就死了 穷就穷了 就是这样 上帝祝福他 给他好的事情 好的工作 又怎样 还不是一样 就比如这样讲 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死的灵性 活的灵性 我跟真的圣灵充满 常常经历圣灵的信徒 在一起的时候 甚至开车 哇 今天traffic traffic没有 哇 很顺畅 感谢主 连这个都感谢主 对不对 吃到好吃的东西 哇 感谢主 连 单单你的肉体 肉身 你的sense 肠道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心灵都认定神的 这个叫活泼的灵性 如果我们的信仰 没有这个东西 不管你搞什么 什么神迹 歧视 什么东西 没有用的 这个因为你的 整个的生活是失败的 不能与神同行 那如果你的信仰 没有这个东西 你在这个世界很聪明 什么 这个你是爱世界的 你是为世界活的 你是用世界的 动脑筋的 来活的 灵性活泼的 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圣灵 然后跟门徒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你们等候 我要赐给你们的 那个圣灵 上头来的 不能我这样讲 我已经用我全部的功力 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这个真的 圣灵的东西 每一次讲的时候 真的很难 因为 我们活在一个空中掌权的世界里面 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面 也被很多世界的东西冲击 我们的爱心冷淡 我们很多世俗的意念影响着我们 然后很多的低劣感 very lousy feeling 很多时候这样 其实 神用笑脸帮助我们 神用笑脸帮助我们 你安静一下 仰望主 然后被他充满 马上想到 他用笑脸帮助你 你有忧虑吗 把你的忧虑 谢给主 因为他顾念你 想到这句话 我就活起来了 所以 我主日说 圣灵 是体验 我再讲一遍 为了教导我们 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看 圣灵不是观念性的 是体验性的 所以 什么体验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整个使徒行传 我们那时候最明显的 我们看到有些属灵的恩赐 有没有 有一些讲方言的 有些心里面有感动 发育言的 有没有 有 所以有一些 这个是 重点 不是 这样你有没有讲方言 不是这个 重点是 有没有 你看得到 经历得到 摸得到 体验得到 旁边的人看你的时候 哇 你圣灵充满 重点是 重点不是那个 因为 等一下我会讲 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主观性的 在每一个人身上 又不一样 但是 一定有一些 有这样的事 巴拿巴 圣灵充满 不怕 然后 放胆 讲道 放胆 做见证 像使徒们这样 看 有没有 也有 哪里来的胆量 哪里来的迫切 有 有这样的事情 圣灵充满的时候 喜乐 然后赞美 赞美 感恩 很多很多 我们会看 无限的无限 但是要体验 但是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一起思想 这个东西 我们有使徒行传 一直要给我们看的是 活生生的那个person 他充满信徒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圣灵的工作 在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 都是什么 各位注意听 在每一个人身上 是主观性的 主观性的 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讲方言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 心里面有话 发预言出来 不是每一个人都 有勇气 这个时候 我要怎么讲呢 比如讲 对我来讲 我是一上台 我是讲述的人 我是一上台的时候 很明显的 那个上台的胆量 然后我看到众人的时候的迫切 我知道圣灵充满的 但是有一些人 圣灵常常充满他的地方 是在厨房 然后服侍人很喜乐 对不对 但是上台的时候呢 就比较别扭一点 因为他不是常这样做 你们了解吗 我的女儿呢 她也 每次我跟她讲 要传福音 这些东西 她真的很胆怯 有一天 圣灵充满她了 她把一个布道会的卡 给一个朋友 哇 她回来很开心 然后 我说 为什么你不要跟她传 不可以 最近呢 他们有一个朋友 每一次在学校睡觉 然后 他的测验全部 就是满江湖 就是考试的时候睡觉 全部不做 全部不及格 上个礼拜呢 几个朋友 跟她传福音 然后我的女儿也进来 原来她给了她一个卡之后 不敢讲 后来 有一个人讲 哇 她也讲 然后就讲起福音了 那天她回来跟我说 爸爸 我在学校传福音啊 今天 然后我看她 哇 圣灵充满 所以我要讲的是 对有一些人来讲 因为她的 她的整个的属灵背景 比如说一些 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 他们经历过 有一些灵里面的恩赐 经历这些东西 我们不推翻这个东西 只是要试验 要分别诛灵 不要模仿 有些东西 但是 他们有常常 能够被圣灵充满的 有一些的 印证 他们有一些的 proof 有一些 知道 当我这样的时候 是圣灵充满我的 他们有的 对不对 这个是有的 所以我也 因为我看了很多人之后 我也问过 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我知道 有一些人 有些人是 他不太会讲话的 比较内向 你不能说 你一定要开口讲 对不对 有时候 他圣灵充满他 他是 就是很安静的 这样服侍众人 给人的感觉很好 很温柔 给人的感觉很好 对了 我知道 他是圣灵充满的 但是 很重要是 他要知道 圣灵在充满他 圣灵在透过他 做事 服侍众人 对他来讲 他自己知道的话 他跟主之间 建立一个关系 喜乐 他不用看牧师 牧师圣灵充满的时候 每次这样放胆 讲道 我不敢 我没有这个 我每次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我没有圣灵充满 不是 不是 对不对 我现在要解释的 你们要知道 圣灵是怎么充满你 你每次 一般上 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 家里就是埋怨埋怨 有一天 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就是感谢的话 甚至什么都不讲 安静 那个就是 圣灵充满你了 但是你要知道 圣灵是这样充满你 所以是主观性的 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 有的 你要自己找出来 不要模仿 不要看其他的人 但是另外一个东西 也是我特别 教我们弟兄姐妹 要知道 圣灵的工作是 无限的 无限的 就是说 今天你没有这个经历 不代表明天你不会有 各位了解吗 我是 所以我 我是没有给人按手医治的 但是呢 到了宣教现场的时候 有病人来 给他们按手医治的时候 他们会起来 他们会得医治 你们听我宣教的信息吗 我在中国有一个姐妹 真的没有 她听到你的讲道 有一个瘫痪的听到你讲道的时候 起来了 所以我就明白说 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 当我们说 这个不是我 我圣灵充满不是这样的 我不可以跟志三一样 我不可以跟文康立文还是一样 但是我跟你们讲 不代表你永远都是那样 因为上帝要用你的时候 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随己意将各种的恩赐分给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们要open的东西 这个要open 这个是我们 真理很清楚的人 随走随传 很清楚 主是怎么带领我们 所以当你open的时候 你才会经历圣灵的 随时随地 他的恩膏这样带领你 不知道你们能够明白 我现在讲了 然后第二 你一定要结合 我主日说 你一定要结合 有一些客观性的证据 所以客观性的证据就是 你说你大有信心吗 我感觉到我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我的 我就欢喜快乐 想要赞美 你客观 你大有信心 最后 圣灵来做见证 一定有做见证的 所以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得着能力 必定要做见证到地级的 然后你们要传 传什么 不是传你们的经历 不要传错了 很多人就传的时候 我就讲方言的经历 我就很奇妙的喜乐的经历 不要传那个东西 传基督的福音 传基督的福音 不要高举那个经历 高举基督 所以 这个就是 你会知道 你主观的体验 结合了客观性的证据 我是越来越 而时不得时传福音 那对了 你的体验是对的 就是有verification 有verification 我曾经听过这个见证 以前我哥哥在FCBC的时候 当然我对 Pastor Lawrence Kong 你们都知道 Pastor Lawrence Kong 我对他 唐春牧师是每一次攻击他 这个东西 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去研究 我是每次 就是听我哥哥讲 但是这个牧师他是 当然很多 见仁见智 有些人对他是很喜欢 有些人对他是很有意见 这个东西 但是很奇妙的 这个FCBC 他们忽然间 有一次的复兴来是 Pastor Lawrence Kong 他是读那个 Southern Baptist的神学 是很保守的 然后 圣灵充满他的时候 他开始讲起方言的时候 很奇妙的经历 然后他被教会赶出来 然后 他就 开始对灵里面的东西 有感悟 他就 开始这样的 这个施工 后来FCBC这样出来的时候 后来 有一阵风就来 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 预言 方言 甚至有一些 Holy Laughter 这些东西 然后就 慢慢这些东西进来 教会了 然后Pastor Lawrence Kong 他还是有一些 保守的观念 他就说 有一次他看到 一群人 一直圣灵充满 你们圣灵充满的时候 就是在那边倒下来 很开心 然后 玩起快乐 或者 也是 不知道 就是好像 陶醉在一个 trans 梦幻 这样 然后Pastor Lawrence Kong 就 我哥哥跟我讲 这是我哥哥 亲口跟我讲 以前他在 FCBC已经十年 他就马上折骂他们 你们笑什么笑 起来 去传福音 他就忽然间这样讲 所以呢 我跟你们说 人家问我说 这个灵恩的运动一来 忽然间一阵风来 很多的恩赐 很奇异的那些经历 所以以前我跟 这个丰收教会的 血灵传道在一起 他也跟我讲 很多他的经历 我一直跟他说 我也求上帝给我放眼 但是我讲不出 你们模仿的东西 我不能做 因为模仿的东西是假的 你自己心里面也知道 你的良心告诉你 不是这样的 所以 所以我也看了 好像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 人家问 祝牧师 这些东西 是不是真的圣灵来的 连马芳姐 你们知道 马芳姐 他是很保守的 他是 我才不信这些东西 我才 但是他 他是看很多人 就是 牧师一祷告的时候 就倒下去 我肯定不倒 然后牧师 有一天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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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倒下去了 他说 牧师 我没有故意倒的 我是绝对不倒 我看到别人倒 我还笑 然后他就 他就问我 他说 我这个人 吓了一跳 然后呢 他就问我 这个力量从哪里来 然后 但是我问他 这个经历是一次 还是很多次的 他说 就一次 一次 最多两次 后来没有了 所以 我跟他说 那必定的 他说 因为他 很不相信圣灵的奥秘 这些东西 所以 可能上帝给他一个经历 可能第一次第二次是这样 但是你们绝对要记得 撒但是会模仿的 如果人一直陶醉在这些的属灵里面 很神奇神秘的那种感觉 经历 但是 几个东西 几个东西 没有回到真理 没有回到福音的真理 真理 对不对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然后没有继续做见证 传福音 然后在做见证 传福音的时候呢 你有更高的恩赐 这位先知讲道的恩赐 传讲神的话的恩赐来了 然后那些不需要的 古时候也没有的 不需要再有的 对不对 或者你的神迹奇事这些东西 医能 预言这些东西 如果你已经明白主的美意了 你不用很神秘的这样 一直得到上帝的这些 这些是的确上帝 有一些先分给人 也会有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一定要中断的 这个中断之后 然后呢 爱 一定有 一定在这些方面增长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会发现 撒旦的工作就来 模仿性的这些 灵里面的恩赐 带来纷乱 然后你有预言 他也有预言 纷乱 妒忌 就会来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 很多人以为牧师是很 很保守 然后我是很开放的 我是对 整个教会界里面 所做的事情 我是一直研究 一直看 我们保守派的 灵恩派的 然后也 灵恩派里面的弟兄姐妹 生命很纯正的 爱主的 然后有继续成长的 我看他们是不是在真理里面 砸根下去 所以我才会懂 所以 启示录有七个教会 对不对 如果 我们是 有些是属于 推亚推拉教会的 别加摩教会的 但是 主每次说 如果你们回转 如果你们回转 我会怎样 再一次 怜悯你们 然后使用你们 所以上帝是 上帝是愿意要 让人经历他 但是 还是回到真理里面 结果是什么 各位 结果是 我再讲一遍 这个是我 为我们基督生命堂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不但新加坡 全世界各地 活泼的灵性 活泼的灵性 是一个 一个名证来的 活泼的灵性是什么 如果你用经文来讲 贴撒罗尼加 常常喜乐 凡事切恩 不住的祷告 这个是很活泼的灵性 凡事查验 美善的持守 各样恶事 警戒不住 就是一个人的心灵里面 他是 时常能够知道 主的美意的 这个是灵性 活泼的灵性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情况 才能看到主 反而是在 一般的情况里面 都能够看到主 他是 提摩太后书 四章二节 活泼的灵性 是什么 得时不得时 传福音 得时不得时 就是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 他是很敏感 只要能够传 马上会传 各位有没有 你们坐一个计程车 坐的时候 忽然间跟taxi driver 讲话讲话的时候 感觉到他有点愁苦 马上 活泼的灵性的人 马上有感动 就传了 很枯燥的灵性的人 是在自己的问题里面 然后每一次错过 传福音的机会错过 这样做 那你说 哎呀我就是每次错过 其实这个不是要逼你这样做的 我讲这个信息的意思就是 这个活泼的灵性 不能模仿的 这个活泼的灵性 是你对圣灵的体验 然后你结合了客观的证据 很清楚 你很明白 对 常常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知道圣灵是怎么感动 充满你 然后你顺着行的时候 有一天你发现 你就是得时不得时传福音了 有一些不好的情况 一般的人都会埋怨 好像排队的时候 哎呀 气死啊 有时我看 有时买东西的 新加坡人每次 什么什么 活泼的灵性的人 排队也是 就是眼睛打开 看看旁边的人 周围的人 然后为人祷告 然后保守那个喜乐 就是活泼的灵性 你问 我们学习真理 有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在星期二 讲完那个信息之后 我讲到康熙牧师 平月圣牧师的 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讲完的时候 在美国 在中国 在台湾 有人说全部写给我 就新加坡没有人写给我 就他们 有一些是 哎牧师 你讲的 感谢 感谢主 这个从来没有人 给我们这样解释 这个呼叫的重要 有些人是想多问 到底 为什么牧师有一些见解 你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全部都已经 星期二已经 差不多都讲完了 因为为什么我讲 好像 Joel Austin这些 今天师母也问 你觉得他是 到底是这样的 教师 我这些话 我不要多讲了 我再讲的话 又要多花十分钟 我星期二已经讲了 但是 为什么这些 有一点 是是而非的 又是又不是的 好像很相对的东西 把它变成主要 把相对的经历 变成绝对的 这样的教派 他们为什么会出来 为什么会出来 各位有没有问过 好像为什么 把很极端的讲恩典 很极端的讲恩典 没有律法 只有恩典 为什么这样的教导会出来 还不是因为 我们传统教会 其实这些牧师 你们好好去看 好像Lawrence Kong Joseph Briggs 他们都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 这个传统教会 那这是什么 该做 不该做 死死绊绊 截律主义 然后没有心里面的喜乐 没有心里活泼的灵性 所以 有一个要 要经历神的人 就是在这样的光景 然后又受到这个世界的冲击 世界的人又很厉害 很有力量 对不对 很有口才 很成功 很卓越 这个信徒一直被压的时候 然后很奇妙的 这个撒旦也会做工的 撒旦也会叫人有一点偏的 所以 你失去恩典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 跑到极端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有这样的事情 就会出来 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就会出现了 所以我们 现在 我跟 我今天的信息 一开始 我说我尽量把各位 要带回使徒行传 只有我知道 使徒们做的那些神迹奇事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是 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地步的 就是 使徒行传叫人 死的能够起来 这个手段的能够生出来 这种神迹奇事在教会界 什么释放医治 大 conference里面做不出来的 做不出来的 我去台湾的时候 他说 有一些牧师 长短手 然后呢 然后 为他祷告 一只手一样 台湾的时候 伸出来 然后来有些人说 哎呀 这种长短手 有时候你去推拿推拿这样 你这边不懂什么事 然后也一样了 那个 所以很多这种 又真又假的东西 然后有一点 有一点神迹就拿出来讲的 很多 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承认 使徒时代 他们因为是写圣经的人 上帝借着他们 要行的神迹 其实是远超过这个时代 除非到什么时候 除非到了 《奇事录》 十一章讲的 那个两个见证人出来 那个是末后的末后 在末世时代 上帝会兴起两个见证人 他们出来 会行的那个神迹起事 那个是春雨 词徒时代是秋雨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一样的那种事情会发生 那是最后的最后 我相信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 在这个整个历史的中间 上帝要我们经历的是 这个整个话语的恩惠 然后所带来的 活泼的灵性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够平衡嘛 但是我 我是 如果我们听了 对 我们以前是 不是边这边 就是边那边 不是死板 就是神秘 还是什么 就这种 一定要回归真理 归回真理 然后真理里面 一定有对圣灵的体验 这个 我一直讲的时候 我盼望弟兄姐妹 不要认为 牧师讲的东西是 好像对整个教会界 只有牧师传道 才要听的东西 不是的 因为信徒 失去了这种荣耀 绝对胜不过世界的 现在你们 回复这个荣耀的时候 你们在这个世界 就好像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样 带着那种喜乐 诚实赞美神的心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嫁给你们 你们带着这种生命见证 你们的家人 一个一个 他们因为你们圣灵充满 常常被感染 很快蒙恩信主的 很快蒙恩信主的 你们是说 我的家人这样 哎呀 那个就是有忧虑 那个有什么 你圣灵充满 他们很快得意志的 愿主祝福你们 这是 好 今天我们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